女人只是想接加班的男友回家 没想到刚来到公司 却被一把手枪顶住了脑袋 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 杀手就一把踩碎了她的手机 原来 杀手劫持女人是为了逼迫她男友杰克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着枪头顶住了女友的脑袋 杰克没了办法乖乖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老板也走了出来 好心的让杀手把安娜放了 还说人知让她来当 不得不说这老板人还挺好 下一秒安娜就和杰克赶紧逃到了别的地方 殊不知 老板和杀手是一伙的 就在两人计划着怎么把杰克两人解决时 杰克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枪 直接就对准了他们两人 然而杀手却断定了她枪里没有子弹 就在杀手即将扣动扳机时 安娜急忙一把关紧带于人进卡的钢门 直到这时杀手才意识到被耍了 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杰克早已在档案室里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 随着一声爆炸声突然响起 顿时档案室里就一阵火光四射 看着档案室里的杀手没了动静 杰克急忙打开档案室就起了火 没想到这时杀手突然从身后冒出来 紧接着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就在杀手躺在地上想要说什么事 一发子弹突然打在了他的身上 原来老板这一枪是想堵住杀手的嘴 随着老板缓缓地离开了此地 杰克拿出杀手的钥匙就查看起了档案室里的资料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 他工作的这家制药公司其实是生产的假药 于是他气愤地就来到了老板办公室 直到这时老板也不再选择隐瞒 原来老板之所以雇佣杀手 就是想单纯地解决掉公司里的一名女高管 没想到却接二连三地被人发现 于是才莫名地搞出来这么多条人命出来 老板告诉杰克 他可以拿出公司30%的股份出来给他 前提就是让杰克替他保管这个秘密 然而面对着生产假药的黑心老板 杰克哪里愿意纵容他 然而就在他转身离开公司时 却听到办公室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杰克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是来公司加个板 没想到竟牵扯了这么一场重大命案 自此影片结束